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只是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收听 收看 也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真正的独立 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延续我们过去几个礼拜 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议题 我们在几个礼拜之前 曾经谈过了这个有关于死刑犯 在等死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 我们访问了计划老师 他去对深入的对监狱的死刑犯去做的一些访谈 那当然也有听众朋友建议我们 要不要去访问一些被害者的家属 他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后来也访问了李轩毅律师 李律师也提到 他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加害者的过去的经验 他说这才是真正替他阿嬷来做复仇 那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很高兴 也要延续这个话题来 邀请到我们这个节目 很多年前上过我们节目的 这个婉玉王婉玉 一起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 婉玉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婉玉她目前是这个 我想大家都知道 时代力量的这个党主席 当然也是前立法委员 那我想先请教婉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会找你 当然一部分 你跟这个议题的本身的身份经验是有关的 那另外一部分 也是你自己花了很多时间 在进行这些立法的倡议 所以我想先请教你 不管是从你的经验 或是你的观察当中 就是犯罪被害人 他这种面临到的这种重大伤害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的冲击 然后当他面对这个冲击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办 其实我们现在国家所定义的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的犯罪被害人 犯指的是只受到死亡 然后重伤又或者是性侵害的这些被害人们 那以我们自己的个案 是小冲泡事件是算死亡的案件 那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就会面对到 像很多人其实对法院并不熟悉 对于整体的诉讼过程并不熟悉 所以首先因为到的 就会是在这个警循的过程当中 或是在这个司法的过程当中 会面对到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是会陌生甚至到有点害怕的 因为我们总会觉得 那是一个很严厉的地方 或是很严谨的地方 我们其实会担忧恐惧 所以我们也不太愿意进去法院 或是对法律也不熟悉 所以光是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事的 这个疑惑或怠险就是非常巨大的 那当然我觉得在事情一发生的当下 绝对需要面对到的就是 我到底要不要解剖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回孩子的遗体 等等这些其实是很個人的事情 就是很个人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那后来当然还会有面对媒体的这些压力 像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媒体 住在我们的社区门口的 就是在门口就会等待着那 SNG之端那边 我觉得对于这样子大量的被追踪 或者是被探寻隐私 其实也是会担心的 那当然还有更长的是 后续好几年面对司法的努力 和对面对司法该怎么处理 以及如何让自己能够在创伤之后 比较复原一些些 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这些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案件上 会遇到的事情 我想我觉得大多数人 都不会预料到这种事情发生 那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刚刚谈到会是一个比较短期 可是长期呢 这个心理上面 或是生活上面 或是你刚刚谈到法律上面 它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刚刚提到说 诉讼的时候 像我们之前我自己完全不知道 原来这个过程要三四年这么长久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 它发生在当下 而且我们那件事当事人 是当场就被逮捕的嘛 我会觉得它可能很快就结束 但没想到它是要面对 漫长的司法的途径 还有这个创伤的这条路 的复原路上 其实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说过了一两年就好了 我后来其实很深刻的理解到 当时有一个类似经历的朋友 告诉我说 它会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就即使到现在 我们都还在这条路上继续在努力 那除了像我们是死亡案件的家属之外 像有一些重伤或性侵的案件 它其实要面对到的 还有庞大的费用 来处理自己的附件 对 然后还有后续 如果它是一个 没有办法复原的身体状态 它如何让它的生活 重新调整和重新安顿 或者是像性侵案件当中 光是在性侵案件当中 它如何陈述这些事情 能够说得出口 还有如何让它能够去面对 甚至有时候外界 还是有谴责被害人的 这样子的形象 或者这样子的异象存在的时候 怎么陪它去克服 所以我觉得 生活的重建 心理的附件 其实都是更为漫长 和更为深刻的 对你来讲 你可能当时 因为这个事件 其实是非常关心 社会瞩目的一个事件 所以也许会有一些资源 来去协助你 非常多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这些被关注 或者是这种 你可能 好像李轩逸的这个例子 他可能也 那时候也是一个中学生 也不是一个有名的律师 可能也不知道去哪里 去找到这些相关的资源 所以如果一个人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他该怎么办 或他可以怎么办呢 老实说 我也是成为被害人家属之后 去面对这些事情 我才知道 原来国家 并没有给予我们 够多的协助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 基本应该要保障的事情 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 我们是社会瞩目案件 所以其实各界资源 进来的很多 不论是从国家的 从私人的 从朋友的 或是从一般公民身上 愿意来给我们的协助和关怀 是非常多的 包括我的义务律师团等等 但是我在这个当中 我其实还是有多次 受到二次创伤 或者是二次的打击 那后来我才更进一步的 走上倡议的路线的时候 是发现说 原来我们在这个国家体制之下 光是司法诉讼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犯罪被害人 有被协助到的情况之下 我都看到了非常多 荒谬或者是糟糕的做法 而我们已经是 在这样子的案件当中 真的是已经被受理 可以据得告诉我们 包括你受到什么 二次创伤 或者是你看到哪些 荒谬的一些现况 是 举例来说像我们当时 我们家的家境算是 还蛮不错的 就是至少没有经济上的疑虑 但是那时候犯罪被害协会 就会说 其实国家有这个补偿金 我们有办保法 我们其实是可以申请一些 那里面还包括了一些 可能精神慰问 还有一些丧葬的费用 但我们也觉得说 好啊 如果可以申请 我们就申请 对 因为的确它是一个 临时突然发生的 还算不小的支出 至少这蛮多的 是一个救急的警备 是 那所以我们并不是 主动申请 而是犯罪被害人协会 说你们其实可以申请 那当下其实我们也 没有什么判断和思考能力 老实讲 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的我们来说 其实要好好活着 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 去消化这些资源 但我们想说 有饭饱的志工说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是照着他的说法去申请 那后来申请之后才知道说 哦 原来他需要审议 那审议其实是在 简易侦查庭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坐在中间 你要在上次法庭 我要去到法院里面去 然后我坐在中间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 踏进去法庭 法院里面 不能说法庭去法院里面 所以你毕竟不是因为 这个刑事案件去法庭 当时不是 第一次是因为这个审议 就像一般我们进法院的那种状况 法院比较大 他就是检疫庭 所以只不会有 压迫感很大 就是不会有两兆状况 那你会觉得说 他坐在上面 然后检视我 然后他因为要看你的 精神伤害的程度 要看你的伤葬费用等等 他就会说 那你现在会伤心吗 哇天啊 那你现在吃得下饭吗 然后伤葬费用 因为像我们 就因为我们经济状况还不错 我们也希望让孩子的离开是 大家一起来思念他 所以我们的费用的确是 比较高一些些 他就会说 那你有必要用到这么高的费用吗 哇 反而你特别给你杀价 我有一点觉得我被羞辱 就是我其实不需要这笔费用 然后我是因为 我们其实也没有 当时也没有多想 就是被他协议跟我说 需要 可以申请 有可以申请 那我们当然就觉得说 有可以补偿当然是好事 因为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支出 所以当下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真的很想要 站起来就离开说 我不要这笔费用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是 为什么我的难过与否 还要被检视说 你到底有多难过 你到底有多伤心 你到底应不应该 花这笔费用 来对待你自己的小孩 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验 老实讲 但我可以理解 这其实是 我们后来 我怎么推饭饭饱法里面 也觉得 审议应该要定 定额 定等级的给付 什么样程度就给付多少 而不是再经过这样的审议 又或者这个是审查委员 或者是饭饱委员里面 应该有各界的专业 因为现在 整个饭饱体系 都是在检查体系之下 那你也知道说 检查官受的制度 就不是一个 温暖富有人心 或是关怀的角度 他就是就是论事 他就是把这个事情 厘清我该发多少钱 就是按照你的状况 是 对 所以我其实 我不会去责难 这些委员们 但是我可以理解 整个制度下 他就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 那又或者是像 我们进入到法院里面 我们其实算是备受礼遇 所以我们是坐在 检察官的旁边 然后可以发表 我们的意见跟检察官说 那检察官有时候 也会在开庭之前 先来跟我们讨论 但是事实上 在我们的司法诉讼的 三角体系之下 是神简变 并没有被害人的角色的存在 所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 很多被害人 是坐在圆圆的 他没有办法跟检察官 有任何的互动 那检察官可能 也不会在事前跟他们讨论 那如果被害人的 或被害人家属的声音 或意见跟检察官 不同的时候 怎么办 其实没有人可以帮他们 把这些话讲出来 那以及说像 我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是一个 非常大的震惊 就是因为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 其实法警会先 确认你的身份证 你是不是当事人 你是不是应该出庭的人 那进去的时候 然后呢 法官一开庭就会问说 王瓦玉 你的户籍地址 是不是 就面串 加地址 你的身份证 是不是正确 我就会觉得 背后是公开庭 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旁听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的格子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的格子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的格子 而且当时我们其实是 对于出家门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巨大恐惧的 我其实是很难踏出家门的 然后家里也 总之各自就会被公开的 让媒体都住在那边 都住在我们 都进驻在社区的前面 马路上 那我现在居然 我还要在法庭上 公开的让所有人知道 我住在哪里 我的身份证字号是多少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恐慌 所以那时候像这些 我们其实都是在后来 进入到立法院之后 有做的调整和处理 因为科技这么发达 又或者是 你进去法庭之前 你就已经交了身份证 没错 你能不能说 资料如荧幕上所现 正确 因为进去的就是说确认 为什么要现场要再确认一次 对 而且是会被朗读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觉得真的是会一次一次的觉得 我们的国家 怎么会是这样做事的 所以等于说 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还有我觉得 国家其实并没有 从被害人的角度 去思考过任何事情 你是直接就面对这些法庭 这些所谓的检察官等等 因为包括刚刚谈到 这些相关的补助 可是最近事情发生 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法律的问题吗 它可能会心灵上面很大的创伤 然后可能会长期的需要 这种所谓的心理上面的支持 有社工人员主动去找你们 或者说有一些社工的资源 就可以去寻求协助的吗 我们当时因为是社会主门案件 其实是有的 但这也是我后来参与了 这些焦点座谈 被害人焦点座谈等等 我才知道 即便已经有定义 哪些被害人 哪些种类的被害人 哪些形态的被害人 应该得到国家的协助 但是事实上 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被害人 是没有得到协助的 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这整间的 串联系统和通报系统 并没有被明确定义 就是警察可以通知犯保 检察体系可以通知犯保 我们的司法体系 可以通知犯保 但你知道层层叠叠就是 极有可能他都没通知 因为他并没有被明确定义下来 他应该怎么通知 所以对于犯保协会来说 他就是被动等待 如果你有告诉我 我就会去关注 或者是说 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当然就会去接受 但是一般人会知道 他有哪些资源吗 会知道有饭保协会这样一个机构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老实说我们后来在这个焦点座谈里面 我才知道说很多人 不知道有饭保协会 他们也知道焦点座谈的时候 才知道说 原来有这个协会的存在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修法当中 处立的一环 就是整体的串联和通报机制 应该要更明确的被定义下来 那应该要协助到更多的人 但是前提也在于 饭保协会其实非常小 全台湾的大概有十一 还是十二个分会 每个分会大概就是 两到三名的政治人员 那你如果要关注到 这么多的被害人 其实量能也是不够的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 即便有协会 即便有法规定义 但是却没有办法被落实 又或者是有非常多漏接的案件 那如果漏接了之后 他们也不知道资源在哪里 所以就会没有办法得到 您刚刚说的 不论是法律的协助 或是心理的协助 那还有包括 当时法律的协助 透过法福的情况下 法福其实是比较协助被告的 对 所以他其实在被害人这边 并没有明确定义是可以被协助的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见到 立法院后来才处理掉的事情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 他可能会面临到一种状态 他必须孤单的面对这所有的 突如其来的这些冲击跟困难 没错 必须自己孤独的去面对 或者是他除非自己有资源 能够得到适当的协助 或者是像我们是 竹目案件 其实就会有各界 比较愿意积极主动的关怀 那这也是你积极去推动 这些被害的保护法 相关的这种修法的原因 是 因为我觉得我很明确知道 我们在整个系统当中 或是在整个社会当中 是非常被理喻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么被理喻的状态下 我都看到了这种很多不合时宜 或者是荒谬的状态 那我可以想见有更多孤单的 然后求助无门的被害人们 只能在他自己的角落当中 独自努力 那如果我们已经看到问题之所在 我是不是应该要 让被害人的协助 不是靠运气 而是基本权力 基本权力的保障 国家应该给予的协助 你们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老实讲 我觉得对于整体国家来看 他会觉得 他很多时候会认为 被害人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不是国家的责任 但是我觉得有个角度来看的是 他该不该是国家给的恩惠 还是是国家的责任 因为回头来看 很多犯罪的事情的发生 不一定是行为人本身 个人的问题而已 当然他个人要负担很大的责任 但可能不会是个人的问题而已 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处理的就是 精神障碍者之所以走到这个环节 除了他个人之外 国家有没有能够多做的 让他们能够在前期就得到支持 这些其实是国家应该做的 比如说交通造成的重伤害者 难道交通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已吗 当然他自己不遵守交通规则 绝对需要负责 可是有很多像我们在谈的 道路的设计 标号的设置 执法的不够严谨 其实都有可能造成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我们觉得 国家一定会在犯罪事件上 扮演一定的责任 那尤其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大家 基本的生存权利的情况下 我觉得给予被害人 应该是要有一种 国家责任的概念 而不是国家都给的 国家的恩惠 那我觉得当他变成是国家责任的时候 才有办法还我来思考是 我们应该给予被害人 怎么样基本的权益的协助 我想这也是一直在讲 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对于所谓的 犯罪被害人的某种保障 而是要让这个犯罪或者是那种 不管是各式各样的意外伤害 它如何降低发生 甚至不发生 这可能是在前端更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在你们的努力之下 这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法 也这个成功的修法 在2023年的1月份 我们先休息 待会回国后来继续谈说 那这个法通过了 到底有哪些的改变 那法通过就真的能够执行吗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法 很多利益良善 也很多也很好 但是实际上面实情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互助的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可以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也是前立法委员王婉玉 婉玉你好 你好 谢婉玉刚刚在前段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的 你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以及你在自己的亲身经历 还有你的这些观察之后 你花了蛮多时间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被害者的 权益保障法等等的这个法律 那但是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在2013 2023年的1月7号 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了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这个权案的修正 可以先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修法的内容有哪些具体的改变跟调整吗 我想其实这次的修法算是非常非常大幅度的修正 那我自己也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是有进步的 因为在立法院的过程在推动这个法案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有明确政治利益的修法 然后能够协助到的人相对是小众 或者是会关注的人相对是小众 因为不会有人预期自己会变成被害人 所以其实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不只是跟民间团体合作之外 我们也必须要进行立法院内的游说 让招委员一排案 让其他委员一起来审案 那我自己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 在立法院我们推动几个重大法案 我都没有用党团的方式提出 因为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 所以我就是找各党委员来联署 那后来不论是民进党 国民党民众党 其实都很愿意支持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推的东西是合理的 符合国家需求的 符合社会期待的这些事情 其实会跨党派能够一起来支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的展现 那这次的修法里面修了非常非常多东西 但我想就是列举几点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的部分来做说明 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过去我们其实在审议补偿金的部分 是一个不慎友善的环境 然后不慎友善的方法 又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对 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状况是 过去是认为他是带位求偿 我是帮被害人先给你这笔补偿金 所以最后如果国家没有从 我是帮被告来给予这笔补偿金 所以最后如果国家没有办法 从被告那边要回来的话 他会跟被害人这边收回来 对 所以这其实是 就是他可能已经先拿到紧急补偿金了 然后他拿去花在他觉得该花的地方 然后突然说他要缴回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对 这个不可思议吧 对 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 我是进了不到立法院之后 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带位求偿的概念 但我们后来认为 他应该要改成是给付行政 就是说国家认为他应该保障 他应该用国家的角色去给予的 那另外我们认为 在这个条件当中处理的几个部分是 而审议委员们应该要有各行 各种不同的专业 比如说他可能要有社工 可能要有心理 而不能只有检查体系 这是在整个饭保制度下 我们认为要调整的 因为过去的饭保委员们 多数都是从检查体系出来的 那检查体系自然他很难清净 或是很难观察 可是他跟他训练 跟他专业是有关的 对 他专业专业是不一样 其实是冲突的 所以我们在谈的是 整体的饭保协会成员的调整 董事会的调整是一边处理的 那甚至在审查的过程中 也应该要更加细致 那未来会修法之后的会是 定额的方式给付 死亡是多少的费用 为什么在经过那些 非常莫名其妙的询问 他会有一个 应该会 我们希望他会变成是一个 检疫的审查就好了 而不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 去针对每一个细项去做询问 而是透过一些 比较简单的分级方式 或是比较明确的分级方式 给予定额的给付 这是其中一个修法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 过去其实并没有定义说 到底谁 怎么样去协助到被害人 变成是饭保协会 他收到一些通知 有人主动联系 我们就会去惯怀 那我们现在是有定义下来 就是包括我们的司法人员 司法警察 或者是司法警察官 以及所有的饭保分会的人 当他在执行情务的时候 发现被害人或家属 符合资格的时候 就应该要主动的去询问 和提供资源 那也应该要主动询问 他有没有法律上的协助 如果这个法律上的协助的 对象的资格 没有办法符合法服的话 那饭保协会也应该要 给予法律上的协助 这是很明确在这次修法当中 提出来的修正 因为前面提到 之前漏洁的很多 然后之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流程 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 谁在 被害人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有要求 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认知到你的对象 是符合条件的 你就应该有责任 要主动来通知饭保协会 那过去的法服协助的是 被告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次也在 之前政策倡议和政策推动的时候 就已经有把被害人放进去 但仍然要符合一定的社经 经济条件的资历嘛 所以有一些是会被排除掉的 那这个排除掉的 如果他真的有需求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的时候 我们仍然认为 犯罪被害人协会 应该要主动的提供这样子的协助 那甚至是在案件的进行当中的话 也应该要主动通知的功能 过去其实我们就发生过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积压期间即将到了 理论上不是延长积压 就是起诉 所以我们猜想检察官应该会起诉 但我们询问检察官 检察官说还没有确定 但是就在我的律师 离开地方法院的途中的时候 到我在家马上就接到媒体问说 起诉人的想法是什么 那我怎么会觉得 我就会觉得很错愕是 我们当事人包括我的律师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诉 但是却在踏出法院之后 立刻收到记者问你 跟你说起诉了 这不是国家应该要通知我们的吗 那当时国家给我们的说法是 因为媒体都会在那边关注 你们上网系统查你也会看得到 可是我怎么可能 在这样子已经很难生活的情况下 我时不时上网去查 我时不时上网去查 我什么时候案件会被起诉 我要面对什么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状态 所以我们也会在这次的调整当中要求 我们的系统应该是要主动的 在每一个阶段 他可以选择他要不要通知 因为有些人的确不想被打扰 如果他通知 他选择是要通知 其实国家有责任去通知当事人 这有一部分是行政程序上面有很多荒谬的地方 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人 对于这种所谓的同理心 或是对于被害者家属处境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也反映出 事实上修法这件事情 看起来对你来讲至少在目前修过了 可是我刚刚谈到的那种同理心或是资源 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因为你曾经说过说 当时有发生过类似像要去反汇选吧 所以说我们的国家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捉襟见拙的人力 挪用在反汇选、反诈骗等 无效的宣传 然后平均一名专任人员要协助近200名的家庭 但是他们还可以再办一些宣传的活动 那你也说过一路相伴 原本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目标 但因为这个贩保协会受制于人力经费 甚至层级不足 提供的服务难以接近这种所谓的被害人的需求 所以法律过了 人力经费这个问题有补足吗 那除了是人力经费之外 事实上刚刚谈到那个心态 那个态度 或是对于犯罪被害人家属的理解 这个够吗 这就刚才提到说 我觉得分几个层面 一个是人力的部分 一个是经费的部分 以及专业的部分 它会变成这个层面 人力的部分其实在这次修法当中也有提出来的 就是包括董事会的调整组成应该要有多元的状态 和不只是只有法律上的协助而已 还有很多心理的部分 应该有这些专业存在 才有办法让这个一路相搬 是真正贴近被害人需求的 所以在人员的临选上面 我们也都认为应该有一定的程序 一定的资格 然后能够更贴近被害人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这边有处理到的 包括董事会 包括饭饱支援的人数 还有领选 还有志工的培训等等 我们都认为应该要处理 那经费上面的确是这次的未经职业 我们原先是希望能够类似法府成立一笔基金 然后是能够一次性的先补补基金之后 然后在这基金里面的去定期的给予国家预算 还有他自己有这些募款的责任在 但是后来国家的政府用资金不能 已经不能再成立单独基金的说法 因为名额已满的情况下 不愿意成立这个基金 所以的确我觉得在资金上 还是会比较辛苦一些些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国家有钱吗 老实讲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进入到立法院之前 我也会有这样的疑惑 但是其实国家的钱我觉得并不少 国家会很愿意花很多一次性的花费 但是却不愿意做基础工程 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 所以过去不论是我 或者是时代力量立场 我们都会觉得一次性的补贴 并不应该大量的发放 或是普遍的发放 比如说当我们税收超增的时候 或者是有余裕的时候 不要把这些税收还给人民 是直接给予六千八千一万的 怀疑回复 或者是当我们在讲疫情的补贴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重振经济的时候 好像不应该用六千八千一万块 这样去补贴 而是能不能让这些花费 变成国家的基础工程 包括它可能会有经济产业的专心 或者是像被害人的协力 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因为让被害人能够恢复 其实也是对国家劳动力的 另外一种投入和展现 这些基础工程 我觉得并不会没有钱 而是我们钱要放在哪里 和怎么花 所以我后来进入到立法院 我就不太为钱的事情 帮国家想脑筋 我觉得这是国家要想办法 它是分配的问题 怎么使用的问题 我觉得它是分配的问题 不是没有钱的问题 而且大家更知道的是 台湾盖了非常多的文字棺 然后时不时就是在挖马路 挖马路 都可以更有精进的使用 所以我觉得如何让国家预算有经济的 更为有效益的使用 是国家的责任 然后我们其实贩饱的协助的对象 过去是8000万 今天好像有提高一些 我还没有去查 在我们争取修法之后 其实有提高 那以8000万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以国家整体两兆的预算来看 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多争取个一倍 我觉得也不为扩 所以我倒不为了经济为他们着想 不过有时候还是包括专业人律的这个养成 或是扩大 例如说我看到一份资料 这是整理至这个饭饱协会的这些统计 他提到在饭饱协会里面 这个在2021年 我们2020年为例 他需要的这个全国法律的服务次数是 25,422人 然后资商的坟物人次 这是人数是5万4千人 那这其实你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人力的投入 这些我们有在这个人力上面培养吗 就是说例如说 他听起来应该是需要更多的社工人员 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他才能够去承担负担这些所谓的劳动的需求 过去的确没有 所以每个分会大概就是一到两名的专职 然后加上很多的志工 就一个分会只有一到两名的专职 然后加上可能很多的志工们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谈的是 我们应该国家至少应该先从费用上给予编列 然后才会有人然后再做培训 所以的确就我听到的啦 是的确有增加这样子的补充 但是实际上到哪里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在立法院 所以我其实搜索不到这样子的资讯 不过因为后来我们有特别去关注 我们基本上像 因为我们长期关注这些议题 所以社会重大事件 各种社会重大事件 基本上我们都会关心北海人的状况 我们也都联络得到 那我们也会去探讯说 这件事情饭宝有没有介入了 后来我们的理解是 我们去问饭宝 大概都有在前期就协助到了 所以看起来是整个制度和经费 应该是有朝着好转的方向进行 但是进步幅度有多大 这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应大家的 因为我觉得需要一些资料的爬树 但是我们现在的确没有在立法院 有一个角色 所以也希望未来有机会 能够继续在立法院做这些落实的监督 但很多人权团体也都一直 常年在推动所谓的修复式正义 修复式正义其实在犯罪人 这个权益保障法里面其实也有专长是提到这件事情 但是在实际上面 修复式正义它可能会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个人意愿 就是说这个当事人愿不愿意去做这种所谓的和解 或是去面对这些加害者 另外一部分是这个制度的平台的设计 其实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些专门的人力 或是这些专业的人去做这种修复式正义 就是你光是要去瞧两个人吵架都很难 更何况这里面可能有很多 很多的这种情绪在里头 这个容易做到吗 非常不容易做到 我得老实讲是非常不容易做到 当时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是修复式正义 根本不知道台湾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但是我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因为对我来说 我会很想知道它到底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犯下这件事情 那过去即便是很多案件有经过精神鉴定 但是都是只有就它行为的当下 有没有心智能力 有没有行为能力来做判断 并没有知道它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那因为我自己长期是关心教育孩子的 我们其实很 我自己很希望能够知道 到底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个人的相信是没有一人 没有人是出生下来就想要犯罪的 没错 一定有中间很多的成长的问题 或是遭受到环境 而导致它变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司法的过程当中 一直去试图在法庭里面去问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当时其实 并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在司法过程当中 得到这个答案 所以检察官就有建议我们说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修复式司法 因为修复式司法 有可能能够透过一些人的协助 让我们和对方是有沟通的空间 不仅是直接对话 但是有可能会有彼此理解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能不能就爬输出他的生命史 但回来是我们其实还蛮幸运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在对方 应该说整个司法鉴定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爬输了他的生命史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资料是从他国小 一直到他犯罪的当下的每个阶段 都有找到跟他认识的人被访谈被约谈 所以我们其实就很清楚看到 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遇到了哪些可能的危机 或是可能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后来 修复式司法没有顺利完成进行 我们也决定先放下的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史了 那另外是修复式司法 他在台湾现在的制度并不完善 那包括如何能够让人们进入到修复式司法 他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以及他能不能理解修复式司法是什么 我觉得都不太容易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件事情 是我们认为应该要让被害人有充足的知情权 了解什么是修复式司法 以及他会面对的 然后他决定要不要来做参与 那第二个是修复式司法里面的 这些修复促进者够不够专业 所以往上制度方面的问题 其实他们很有心 但是也大量的靠 有点类似义工或制工的状态在做进行 所以像我们自己案件的两位出境者 其实立场和角度不太一样 加上我们的对照是一个精神障碍者 他其实没有办法 在当下在半年一年当中 他没有办法陈述他自己 那开案就会有结案的压力 所以当时那时候判断是觉得 没有空间对话的情况下 就直接结案了 也并不是在我们的同意之下就结案了 只是时间到他就结案了 我觉得他是有点点粗糙有点点草酸 那回来的是出境者够不够专业 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觉得出境者非常不专业 应该说他们很有心 但是还离专业还有点距离 因为国家并没有给予他们好的训练机制 甚至国家自己可能都还不太知道 怎么样变成一个好的出境者 所以当时我们提到说 我们希望推动 我们希望能够尝试修复式司法 是因为我觉得 国家给我的正义是 让我看到孩子的离开 是有原因的 然后让我知道孩子的离开 是能够带来正面意义的 对国家是有改善的 不是一个生命的离开 伤心完之后就什么都没有 那当时出境者就会跟我说 有啦 其实你可以放下这件事 你的孩子离开 其实已经有让大家改变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 发了很多孝字的盲头 意思就是说有让大家应该要更 就爸妈的角度找想 不应该犯下 凶狠恶极的事件 我就会觉得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一点都没有被安慰到的状态 我知道他是好意要安慰我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被安慰到 因为我要的不是 这种东西 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 我觉得很难 我当然觉得很难 但因为很难 我觉得更应该要逐步的去做 所以包括出境者怎么样去做培训 认真督导领聘 我觉得国家应该要有一套机制 或者是试图去找一套机制 因为有些国家做的还不错 我们现在有在试图去找一套机制了吗 在我在立法院那几年 有逼迫他们要去 但是最近 你知道立法院就是讲 就是其实有法 可是没有人去检 对啊 国家就是讲没有人去检讀 其他就不会落实 所以我猜他可能也会还不下来呢 这的确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法律过了 但是实际上执行 其实还有很多条件啊 例如说 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 有时候是在于 整个的文官体系 他愿不愿意去做 或者说我还有 可能会很多事情要做 或者说他们的劳动 条件也不是太好 或者说他有很多 priority的事情 他有很多优先顺序 所以这个在执行 所以还是要很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一集 就是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法律 都已经在那边 但是实际上面要执行很困难 而且 特别很多东西 我们今天谈的东西 不是制度啊 是文化啊 例如说 要不要去做修复式正义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所谓的促进者 在跟你们谈话 那是某种的同理 或是能不能够 进入到你的立场 对你能够足够的了解 的状况底下 他说的话 就会出现合不合宜 得不得体 另外一个是当事人 他愿不愿意嘛 就是我已经在那种情绪底下 或是我其实就觉得 有仇必报的情况底下 那我怎么可能再跟你去和解呢 那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文化工程啊 非常大的文化工程 那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基本的条件 或是训练是可以的 比如说 当时在我们的案件的 这些修复者们 会透露出对方的家庭状况 对方的资讯等等 但对我来说 我们算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就觉得 你都不用在乎 他的各自的问题嘛 我其实是 或者是谈到之前案件中 发生了之前其他的 类似这种社会 无差别伤害的事件当中 当事人怎么了 以及当事的被害人怎么了 那我都会觉得 对我来说我就觉得 他还会解决的 对你怎么会跟我讲这个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符合 因为如果是社工师 其实社工师 就会有很严格的保密原则 他有伦理啊 因为他知道 他们在训练当中就知道 他有一定保密原则 必须要进行 但是这些促进者们 并不是从特定专业领域训练出来的 他可能是有意愿来帮忙的人 或是有意愿来协助 推动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他其实没有保密原则 对他 在我们的事件上 我们听到的是 他谈前面的个案 让我觉得很狂恐 而且其实会增加我的不安全感 没错 就是我更不敢跟你说 我在想什么 所以像这些保密原则的 这种专业性 或者是他哪些事情可谈不可谈 他哪些事情该怎么操作 当事人有意愿结案才能结案 这些比较具体的 我觉得绝对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 这些默契磨合对话 当然是相对比较难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人员的训练 可以从最前端的 具体化的要求 和具体化的专业 可以先做处理 你刚刚也谈到的 就是你会希望了解 这个加害者 当时试验加害者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程 这样的说法 基本上来讲 上之前这个李轩逸 他也提到类似的这种看法 那当然以你的个案 我们也知道 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 对于王景玉的一些相关的访谈 这会不会只是一个特例 就是因为我刚刚谈到 他也是一个很重 社会瞩目的事件 因为我也把这个同样问题 我也问了这个李轩逸 就是说从食物的状况底下 我们有这个能力跟能量 我们的司法系统 这个量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吗 但是如果没有能力 也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你们的目的并不是说 讨论死刑或不死刑 这并不是最重要 而是说 至少我们要让这个 这种悲剧不要发生 所以了解这些人的成因 这些人的成长历程 是一个解决 悲剧不发生的可能的方法 可是他的成本一样是很高 国家 你虽然说国家很有钱 那这个国家 愿意花这些钱 来做这件事情吗 这是有可能达到的吗 我自己认为 这就是国家 有没有在乎这种长远的基础工程 我觉得它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 台湾有这样的专业存在 在我们的司法案件当中 我们的生命 对方的生命史 爬梳的确是非常完整的 那其实这也是超乎 律师们的想象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 调查案件或是爬梳的过程 那既然如此 国家其实是 就可以显示出来 国家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回来是国家愿不愿意做 和国家看不看得见 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 我自己觉得 我会很争取这个部分 或是会很要求这个部分 尤其是我成为立法委员之后 原因就是在于 我其实在立法院的看见 是我们有很多国家的政策 是做在办公室里面想出来的 所以它可能有花费 它可能有资源的投入 但它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症状是什么 对 那旧司法案件来说 所谓的症状就是 它到底为什么犯下这件事情 以及它犯下这件事情的前期 我们有没有可能拦住的下来 看犯下这件事情之后 它会不会再犯 我们能不能透过一些机制去做爬梳 去做管理 去做监督 所以我觉得 要了解一个人的 尤其是重大案件的犯罪事 我觉得是必要的 因为唯有知道 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才知道 未来怎么避免 更多的人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国家政策 才会是一个符合 对症下药的状态 而不是看得到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或者是自己蒙着头做手 好像做了就有效 我觉得是自己在骗自己 所以你说 国家有没有预算 国家有没有资源 我觉得这绝对是 你有意愿 其实就可以能够增加的 那我觉得它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的社会成本 不花在前期去预防 你势必要承担的 就是后面的社会成本 对就像你不去做这些 生命史的爬树 你可能社会事件 无差别事件 它有可能会越来越烈 没错 比如说我们的前面 怎么这样去了解 像我们个人是精神障碍者 精神障碍者 怎么掉落在安全网之外的 如果我们不去处理 其实台湾的心理健康 现在也是越因为恶劣 而上的自杀率 精神障碍者 或是精神疾病的患者们的 比例都是一直逐年升高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 我觉得绝对是一个 重大的影响 虽然它可能不会直接对应到说 它立刻就发生了什么社会事件 但我觉得长体来看 可以理解的是 前面基础工程不做 后面国家 其实要富的社会成本是更大的 那我当然会宁可是 我们滑在前面 而不是滑在后面 那还是可以避免掉 很多家庭的悲剧 这我自己在大学教书 也很有感 前两天才跟其他老师聊脱 是不是我们在学校 你遇到这种身心障碍 身心有状况的学生 是越来越多的确是 这是其实我们 说实在老师也没有什么能力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需要更多的这些社工专业的人去做 那这当然就是预防很多事情发生 只是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去做 或是国家钱要放在哪里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很关心 包括像精神卫生法 这些法案修法的一个原因吧 是对 我觉得前期工程真的要做得到 因为我自己曾经有换位思考过是 如果我今天我是在王景玉的这样的成长环境 我能够比他好吗 老实说我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是因为比较新缘 生长在比较好的家庭 你得到比较多贵人的协助 但国家其实一定有事情可以做 让整个体制是能够更完整的 就刚才提到的是 不只是精神障碍症 更往前面的是心理健康 其实还有儿少的心理健康 儿少的自杀率是逐年飙高的 这其实是很危险 在少子化的前提之下 我们又要面对到儿少的自杀率这么高 我们能不能多做一些什么 一定可以做 而且也应该要做 就像您说的 在学校里面的辅导资源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那这些就是一路从被害人的角度 往前推到精神障碍者的协助 往前推到精神健康 然后一级儿少开始的心理健康 我觉得这一系列 其实都是在帮国家打好基础工程 今天非常谢谢婉玉来介绍我们的反应 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问题要再继续跟你请教 因为这个前端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是不是死刑 或是不是死刑的问题 怎么样让这个所谓的悲剧减少它的发生 我想这是最简单必须要做的事情 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婉玉 下次有机会再请教相关问题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今天结束 谢谢 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